不行他有这种想法 我俩不合牌 那你觉得要是两个人都把钱拿出来 你四千多都拿出来 他两千多都拿出来 两个人一个月七千块钱 是得支配咋安排 咋安排我同意的安排 你安排 那更不行 那他当家我还更不敢 别舍了别舍了 不录了 今年相亲者好看 想看就看笑了咖 大爷大妈来相亲 大爷要求大妈的钱全部拿出来充公 他要当财务部长 这是要玩火大爷 今天相亲的刘大爷 今年七十三岁 退休金四千四百元 有房 丧好十个月 我的水果是干啥呀 这来企业得预备点水果上的 啥时候买的 昨黑买的 今天来人 特意准备的 对 刘大爷为了这次脱单相当重视 昨天就去市场买了一大杯水果 要说过日子 刘大爷还真是好卖 家里的吃的用的都必须超份额购买 红娘看到这已经发了牙子算 猛了 叔叔 你觉得你这一次买得买多少颗 多少头啊 那没差 这不得个三四十个啊 这长牙了不能吃了 没事 长牙不算苗吗 这长牙了不能吃啊 谁说的 人不能太讲究了 人心里我干脆刚才啥都能做 太干净了容易长得上癌 真的 话说发了牙的算不能吃 我还真不懂 反正我已经吃了好多年 还年轻力壮的 虽说刘大爷表面大的烈叶 但是也有铁骨柔情的一面 老伴去世前留下的日记 他一直都待在身边 时不时的拿出来看看老伴 回忆一下老伴对他的啊 这个写的是 我跟我老头子三十年了 我还要跟我老头子过三十年 我认为后三十年是幸福的 江喜荣2010年7月14日 七点都写着 世界上最关心我的亲人是刘世皇 江喜荣2012年9月23日 两个人一共过了多少年 过了42年 42年 俗话说得好 儿女在好 不如半路夫妻 老伴走后留下老刘一人 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 很是孤独 于是老刘决定 再个自个找个伴 对于未来的老伴 老刘也没有什么具体要求 我老就就看嘛 人要行 客户那条具备 那就出一出 不行那就是 那就是快到这儿烂麻呗 也不能拖拖拉拉的 谁不是耽误谁 根据刘大爷的要求 红娘介绍的是 这位68岁的贾大妈 大妈退休金每月2800块 没妨 有一个女儿已成家 为了这次相亲 贾大妈那真是费心了 想要留住一个人心 就得先俘获这个人的胃 一大早就开始做菜 准备给老刘带去 让老刘看看 咱可是下的厨房出的 听堂的好女人 是不是做着压板 压刺板 整了多长时间呢 都闻出香味了 闻出香味了 收汤了是不是 对啊 早上几点开始做的 早上呢 不到8点就开始整了 上班花生米 昨晚晚上就整了 那你是不是尝尝闻手 这自己煮的花生米 五香花生米 这都已经给装好了 嗯 想不想 想 接着贾大妈又拉着红娘 来到自己的卧室 分享自己的光辉岁月 那真是自恋妈妈 给自恋开门 自恋到家了 年轻时候 中学时候的张花 这二十几岁 这五十岁 这是三年前 二十一岁 五十岁 三年前 看我小的时候 多可爱 好像七八岁 我小时多可爱啊 嗯 现在也可爱啊 我是玩好脸 对啊 岁数大的也可爱 穿旗袍也好看 我穿啥衣服都好看 我也给衣服酱 别看贾大妈 整天乐呵呵的 却有一段不愿挥手的感情往事 离婚后 一个人带着孩子 靠给人做饭 把女儿送入大学 现在 女儿终于出人头店 大妈也开始考虑起 自己的感情生活 跟红娘聊完 大妈就带着自己 精心准备的美味佳肴 来到了刘大爷家 阿姨 你这就好 你这这东西 带来礼物 不带什么 瓜子不保暖人心啊 哈哈哈哈 面对贾大妈的有味而来 这刘老头却相当不领情 大妈说到饭点了 大爷却说他不饿 大爷就是不想管饭的意思呗 害得大妈的尴尬啊 都犯了 我整个都不好意思 那有啥不好意思的 尝尝我的手艺 阿姨你看说这 你看吃的还真丰盛 你看那个一多一多的嘛 挺好挺好 尝尝啊阿姨这道老远的给你拿来的 热热 不乐不乐 不乐中午咱也得吃饭呢 我是三顿饭 这快十二点 他十分十二点 我那有酒 不你这有啥菜呀 我再给你做两样 不不不 这啥菜呀 屁股我阿姨还没坐下呢 屁股还没在那呢 这次要做菜 他这是两时一厅啊 为了缓解肝大 红娘张恶着两个人 先坐下来唠唠坐下后 红娘决定不能辜负大妈的良苦用心 得先把刘大爷的胃给拿下 于是端来了贾大妈精心准备的爱心料理 结果这刘大爷就是这么一个不解风情的剧老头 咋的还得喂你啊 现在让那个叔叔尝到阿姨的手一个棒来着了 尝一下叔叔你稍微尝一下 来 跟那上 不用你拿着叔叔你端着尝尝 我就不尝了 你尝一下 我不乐 你给他拿着玩 你不用啊 来来来 今天三顿饭你吃什么呀 不要 行了 尝一下乐乐 这个肉真的是 不尝了 尝吧尝吧尝吧 这还有骨头 不尝了 有点凉了 不尝 你不喜欢吃肉菜呢 你觉得看这个面上啥 行 我吃啥都行 我不挑食 吃人嘴短 男人手软 最后男的从大爷嘴里 蹦出了一句赞美的话 大妈一听兴致又上来了 这才哪到哪啊 咱来就是要给你露一手 结果大爷的一句话 又把大妈的美好计划给打乱了 先上这来做咧 咱家有啥菜呀 我那有牛肉片羊肉片 牛肉片羊肉片 这关键是没水 没水 今天挺水你是玩 这家是你这是西长猴 带这些好吃 我就让你尝尝我的厨艺 又是吃又是烙的 终于大大瓦都放松了下来 俩人你一句我一句的 还说起了小情话 他就没睡好觉 先今天想想媳妇 我今早三点半醒的 躺了四点起来的 昨天说没睡好 你也紧张了 紧张了 说笑我逗你呢 我今早上打喷嚏了 我说可能是他倒露了 三四个月我都不打一回喷嚏 眼看俩人已经情到深处了 那咱就该唠唠钱的事了 别整那些有的没的 既然说媳妇了 那怎么养媳妇 那就得好好说说 没想到这刘老头 还是个老金巨华 揣着明白装糊涂 跟大妈玩起了游击战 马上咱俩有缘成了 生活怎么安排 生活啊 嗯 没心思到那儿呢 你看看 我都来了 他还没心思到那儿呢 不行了 你跟不上步伐了 那你咋想的 我听听你的 我咋想的 你先说你的想法 我没说没有想法 你有想法 我听听你的 一看这老头就不实在 耐不住刘大姐的兜兜转转 大妈主动提出了经济问题 我的工资吧 我就不想动 就使你的工资咱俩过日子 你看行不行 我的想法就是要真成了 女方的钱 是不能这么处理 必须全部拿出来 看你这咋呢 那不是两个型吗 嗯 是不是 嗯 你得全部拿出来 你怎么 你的意思就是 两个人的钱都拿出来 对呀 都拿出来 对呀 你过来都得拿出来 咋的 钱都拿出来 俩人一个七千多 咋话啊 是天天山珍海外 还是打算夜夜宵哥 这是打算找个媳妇抬高收入啊 咋的 来说说对这钱你有什么安排 那我同意的安排 你安排啊 那更不行 那更不行 那她当家我还更不干了 哈哈哈哈 别吓了别吓了 别吓了 别吓了 不录了 不录了 等会儿啊 野家坐着 她没说完呢 她没说完呢 家还家还穿一吃饭 对了我阿公最大的 交给她她当家 那我图一啥呀 请问这是找老伴吗 这不是要找个上税的小兵吗 还想当财务部长 咋的 这辈子没混个关 遗憾呢 钱都你把的 大妈还得伺候着你 想找个倒贴的免费保母呗 你自己是攀安的 你为啥觉得对方拿出来钱 然后你支配啊 你是咋想的 我是一家人主啊 别吓了别吓了 越吓越没意思 人都女的当家 她要当家 别吓了 别吓了 真的没有什么 可以把它吓了 我的钱拿出来给她 她当家 我图一啥呀 我自己有吃香的喝了 不吃 不喝 拿来当家也有啊 这话彻底把贾大妈给惹毛了 抬腿就要走人 看来大妈赶早炖的 和膀子白炖了 说着就收拾东西回家 人家把水果炸的 既然叔叔来给人叔叔准备呢 你就给人放这呗 不用不用不用 放这我这盆我得拿着 那你这盆拿着 就是别放这儿啊 你找个地方把盆放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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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果不给她了 我不要不要 菜类菜呢 我这不少 菜类菜给她 对 菜类菜给她 不要不要不要 这一次性的喝 不是一次性的 这个好点好 不要不要不要 真不要 行了 这包子给你了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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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样我拿了 好了 好好的一个相亲 最后败到了谁当家上 不得不说 刘大爷绝对是勇气可嘉 男人界的英雄 下回再接再利哈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啊 如果你也喜欢小弟分享的视频 那就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长按点赞三秒钟 我是爱你们的小哈 咱们明天见